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欢迎收看今期热话 我们终于有第一次Giveaway了 今次送给大家的就是 Bridgemark系列3米的HDMI线 价值港币1599 这个品牌的设计团队 具备航天工程的背景 所以他们会运用航天技术 令到产品在声音和影像的传输上 表现更加出色 而Mark系列光纤线 经过ISF和HDMI2.1光纤线协会的认证 采用导金接头 并且使用无原银罕料罕接 支援48GB、8K 60Hz和4K 120Hz传输 线材用上导银OFC混合OM3光纤 信号选号极低 还支援EARC、动态HDR等 多种HDMI2.1功能 现在只需要在我们这条影片下面留言 讲下你为什么和会怎么用这条线 记得要Subscribe我们 我们就会选出三位得奖者 在影片出的一个星期后就会公布 大家记得千万不要错过了 不过在想着留言说什么之前 我们先看着今期热华吧 串流服务MAX将于11月19日正式登陆香港 新服务最高支援4K双道比影音规格 将会收录HBO多部独家原创影集 包括沙丘罕战、权力游戏、最后生还者 以及即将推出的哈利波特等等 现时HBO高用家在MAX上线当日 会自动升级至新平台 而一般订阅者也可以自行订阅MAX服务 平台现时提供两种月快方案 标准方案最高支援1080P画质 而高级方案最高支援4K双道比影音规格 可以给四部装置同时观看 并且可以下载多达100套的影片 不过价格细节就要等待日后公布了 Samsung 计划在2025年为旗下智能电视 加入One UI系统 目标是取代原有的Tyson OS作业系统 有望统一流动装置、影音产品 以及智能家居的AI生态 虽然暂时未看到新界面的实际效果 但Samsung 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 透露了One UI 7.0的全新使用体验设计 预计全新AI功能 包括AI生成萤幕保护图像 改善Bixby智能助手 以及将视讯通话即时投放至电视上显示等等 新功能将会适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标上 预计搭载One UI系统的新电视 最快会在2025年的消费电子展上登场 台湾品牌EA Hybrid推出了2024版电池供电线性电源 Pure DC B1 属于品牌首部采用电动车锂电池的线性电源装置 机身重2.55公斤 输入和输出端子升级做纯同制品 持续输出电流达4A 支援9V、12V直流输出和USB 5V输出 DC输出级电容容量和电池循环使用次数也有所提升 Pure DC B1使用WIMA薄膜电容 CAMET有机最合物电容 内部以单晶银线接拨 配备独立接地端子 针对网络串流音乐而切 提供银色和黑色两种颜色选择 售价36,800台币 SME最新推创Model 6 Classic黑胶唱盘 重约20磅 官方售价65,999 新黑胶盘搭载可调式SME M29R唱臂 支援唱头快拆快装功能 Model 6 Classic配备4足隔离系统 脚左部分采用了合成直胶进行吸震 最大特色是有效降低 独取黑胶唱片时的共震 提供最大光性以及降低失震 而驱动摩打位于主转盘的下方 通过橡胶皮带驱动铝合金负转盘 和中轴再带动主转盘 有效降低鞋震和提高保护性 而且还配有独立的外部速度控制器 以低压电源供电 在配套上针对顶级发烧油而切 TCL自2020年起 已经与日本OLED公司J OLED 合作开发噴密技术 其后J OLED宣告破产 TCL就开始独立开发这项新技术 也开始针对汽车和医疗设备 应用推出21.6吋OLED面板 并预计在2025年 将噴密打印OLED面板技术 扩展至电脑屏幕和智能电视市场上 到时想我们评测最新OLED面板的话 就留言告诉我们 HiFi Rose全新推出 巨前级放大功能的DAC-RD160 配备隐藏式AMOLED屏幕 另外采用了完全平衡双单声道设计 内部搭载两组AKM DAC晶片 分别处理数码和模仪信号 而且采用独立处理 有效降低信号干扰 用家可以根据需求 选择输出电瓶 或者直接搭配功率放大器使用 RD160电源设计 采用3个独立线性电源供电 支援同轴、光纤、AES-EBU、HDMI-I2S 以及USB输入 支援最高32bit 784kHz PCM 和DSE512档案格式 还具备XLR以及RCA输出 这款产品目前有银色和黑色选择 售价是4,699英镑 SIRUS AUDIO推出全新40系列产品 新机包括40M合拼式扩音机 40CD播放器 40ST串流播放机 以及40PSU外置电源 新机外观搭配TFT玻璃螢幕 也升级了ESS Sabra ES9039Q2M DAC晶片 40CD配备9个独立电源调节 有助提升CD播放效果 而40M合拼式扩音机 拥有100W输出 支援数码和无耳输入 内建低噪音唱口放大器 和HDMI EARC 全新40系列已经在欧美地区上市 40M定价是4,995美金 40CD和40ST就是3,995美金 而40PSU就是3,495美金 最新消息指 美国地区观众 将于本月底开始 可以透过Amazon Prime Video 直接订阅Apple TV Plus 转流服务 费用是10美金 Amazon Prime Video 早期经历过重整 彻底更新了操作界面 和内容分类 为角色全新内容铺路 另一边商Apple TV Plus 近年亦都非常积极加强自己原创内容的阵容 作品例如《花月杀手》 《拿破仑》 《全方位登月》等原创电影 都有被安排到戏院公映 另外它拥有美职联的赛事播放权 预计两大平台合作 将会可以整合双方的观众客群 看完今期热话题 提醒大家 记得要参加我们的Giveaway 记得要留言和订阅我们才算数 还有记得要like和share影片出去 按钟仔 那就不会miss了我们最新资讯了 下次再见 拜拜